柯P現在是吧 他到底是信心十足我沒有問題 還是現在也會秀 鼓勵專博方 專博方之後 我直接跟賴清德持久對決 說你留個小鬍子就像變成 變成希特勒了 因為他現在官司殘生 現在也不是講官司殘生 應該是說必案殘生 而這必案殘生裡面 他今天受訪的時候 特別點到金華城 那我們就心裡想說 事實上大家會覺得 北四課也很嚴重啊 那台資官也嚴重啊 為什麼你會特別點到金華城 因為看起來金華城對他來講 是他最憂心最煩心的 問題最嚴重 我跟你講金華城這個案子 現在看起來真的有點麻煩 因為第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 他在2020年7月16號 當時的台北高等法院 才針對金華城這案子駁回 也就是說你們台北市政府 去騎掉哦 所以照理來講 你當台北市大家長 當法院都支持你們 說我不需要再給金華城 額外的一個容積獎勵的情況之下 他突然發生什麼事 他竟然才隔了兩三個月 叫他們的副市長 彭震生針對金華城 這個接受金華城的澄清 然後開始召開專案會議 所以當人家覺得說 柯文哲 你說這裡啊 對啦 是土力 但是有金流問題嗎 現在不是有金流問題啊 現在是明明相關的行政訴訟 所以你們市政府卡一條耶 你為什麼不接受行政訴訟 你為什麼不堅持台北市政府的一個立場 你為什麼偏偏要接受金華城的一個澄清 然後而且讓你的副市長主持專案會議 之後所有的捆動所全部打開了 本來不可以容積獎率的給他給到滿 而且最誇張一件事情是 中間有好幾個都委會的委員 還有包括那一個他們那個都發局的 一個副局長許阿雪 是直接說這個案子絕對不能過 這個案子有問題 甚至連他們那個都委會的委員 你知道他講什麼嗎 他說我們怎麼感覺在審這個案子 好像這個申請方也就是金華城 要我們給他一個沒有期限的一個空白支票 好像他要什麼 我們就一定要給他一樣 這個東西如果這樣下去的話 是有官商勾結的問題 話講這麼白 結果我剛剛講的那兩個人 在最後排版定案的會議裡面 都沒有出席 被幹掉了 所有反對意見的人 在最重要會議裡面 竟然被排除在外 第二個 明明行政訴訟裡面 對你們台北市政府的立場是有益的 是你們可以堅持到底 根本不需要這個容積獎率的 為什麼你們自己反而打臉自己 而這柯文哲是不是最主要的始作俑者 今天柯文哲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特別談到了金華城 對啦 圖利啦 在哪個地方不合法 他特別強調 這個是根據了所謂的都委會審議的有這麼多人 難道這五十幾個人全部要抓起來嗎 講的雲彈封信跟他完全沒有關係的樣子 但問題是你現在明明有三個案子 你有金華城 你有北市客彈子 你有台市光彈子 可是他全天全部聚焦在金華城 為什麼 理由很簡單 因為柯文哲知道 金華城案是三大案中裡面最危險的 最危險 而且你知道他怎麼知道了嗎 他看了高文案的判例之後 他才搞清楚狀況 為什麼 所以他的生死門出來了 對 就是在金華城 因為原本他看了高文案子 想說不對 高文案子發生什麼事情 五十塊給你抓出來 三百九十塊給你抓出來 換言之不管你用什麼眉眉咬咬或是說嫩糠嫩旁 想盡辦法去藏的 檢調通通都會吵出來 這是第一件事情 再來第二件事情 請問一下高文案在案件當中 柱裡面有沒有任何人被判刑 而且必須要去發姦執刑 沒有 全部都還刑嘛 所以柯文哲原本為什麼一直在講說 哎呀 我有渡委會啊 我們大家都共同做決策 集體決策 事實上他的邏輯是 我們大家都綁在同一條縱子上 我們都是在同一艘船上 所以你不可能只辦我 你要辦五十個人一起辦 而且還有一個是 大家都是在同一條縱子上 你們不會出賣我 對 那再來問題是 高文案這件事情證明是什麼 第一 下面的人真的會出賣你 真的會出賣 真的 遇到麻煩 如果有危險絕對會把你賣掉 再第二件事情 檢察官跟法官不是吃素的嘛 你以為綁一刀他送死 但你看高文案一刀一刀 慢慢仔細的切 加班費我不管 助理我不管 我只算你高文案最有問題的那一塊 精準打擊就切割到你把你高安 所以今天如果法官可以對高文案這個樣子 我只要把你鑼鐺入獄 我只要抓你一個人的話 其他人我都可以切割 對柯文哲可不可以賬 也可以 那如果他也對柯文哲這個樣子 別人可不可以撇欺 可以 別人會不會出賣 會的 對 因為當別人只要知道說 你把柯文哲給賣掉 你把柯文哲給供出來 保你平安無事 高文案就是一個最好的案例嘛 黃玉文小兔主任最好的案例嘛 那請問他不會把柯文哲賣掉 當然會 所以現在柯文哲最害怕的是什麼 金華鎮這個案件 牽連勝廣 如果有人把我賣掉 我就倒大霉了 你講我才看懂了高文案的案子 原來高文案子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只要你敢把高文案賣掉 保你平安無事 所以你把柯文哲賣掉 你也絕對平安無事緩刑在一起 所以這才是整個起訴的文本 對嘛 那你看喔 而且再來第三件事情 最可怕的是什麼 當高文案這件案件判了 我們講了 法官非常強調一點 為什麼高文案要重判 為什麼其他人可以放 因為高文案不認罪 所以你仔細看 柯文哲的說法有變喔 他以前講金華鎮講說什麼 那什麼拜託而已 就陳情而已啊 跟我們醫生接掛號一樣 當然會有陳情 現在今天不是喔 這個叫做改變說法 他改掉了 他說對 徒利啦 我就是徒利 但是我沒有違反法律 哪個地方不合法 所以萬一知保理哥 他在準備幹嘛 如果說真的走到最後案情最終 他搞不好連認罪都有可能 就說不知者無罪啊 大人啊 這我不知道啦 我哪知道不合法啦 我想說這樣合法啊 這是盡上的選民夫嘛 而且從這張照片 這個就是他在接受專訪社會表情 也太沮喪了吧 所以佩奇說的是真的 我們的柯文哲 你看他整個我們講的 垂頭喪氣 然後感覺焦頭爛兒 我相信他真的晚上沒睡好 絕對是斬酸反 這日夜難免嗎 看到公安的案件 你怎麼還睡得下去 結果你看喔 他依序談了三大案 結果三大案裡面呢 所謂的台字官案 就簡簡單的談了一段 然後罵了誰 罵了陳崇文 然後罵了誰 罵了蔣萬安 然後根本沒有解釋 結果他大部分的重點都放在哪裡 放在我們講的金華城這個案件 你看喔 首先第一個 他開始在拖人家下水了 說金華城裡面有 有杜氏計劃為會 杜氏計劃勝利為會 還有杜發局官員 一大堆人 他說什麼 反正我們這邊 五十個 六十個 如果我有罪 大家都有罪嘛 有問題的話 至少要抓五十個人 目前為止沒有金流 也沒有人稱 有人下指令 保德哥 你剛才手划過一個 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我說 他真的是精神重要 因為你看喔 有沒有人問到金華城 金流的問題 沒有 大家都一直在強調說 你柯文哲怎麼會圖利他們 讓他們有百分之二十的 結果你看到他說 目前為止沒有金流 這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他特別強調一個叫做 目前為止啊 所以 萬一言之 難不成聲的找得到嗎 不是 你就講 就沒有金流啊 我就沒有收錢啊 為什麼你要講說 目前為止沒有金流嘛 所以以後有沒有可能會有金流 不知道 然後你看 他在第二個 他開始在咬說 哎呀 我跟你講 跟杨文科不一樣 第一個題目 告訴我哪裡不合法 所以他現在認定了 自己最有可能被辦的是 如果沒有抓到金流 那就是土力嘛 如果有抓到金流 那就是貪污嘛 那土力罪的話 很講究一個法律要件 叫做說呢 違背職務 違背法律 那保持給我問一下 這一句話 屬是屬非 到底真的還假的 當然是假的嘛 因為我們之前是不是一直在討論 包括他提供的容積獎率 百分之二十 那三項什麼環境保護啊 插充電狀啊 亂七八糟 有的沒啊 阿里阿達 根本沒有這個法律 換言之 這個沒有法律的依據 而柯文哲 土力他們最後還讓金流 金華城確實賺到錢 已經完全符合貪污之罪的土力要件 所以說 如果按照現行的法律 按照現行的規律來講 金華城 第一個 你根本不符合都根的要件 你就算符合都根的要件 你也不可能拿到這麼高的容積率 所以你已經是跨越現行的法律 如果你要跨越現行的法律 你就要問喔 那五十個人 是不是大家都怨疑丹 如果你今天有余溫 所有人都待下來 那跟你柯文哲沒有事 可是在高官的裡面就是 只要有一個人怨疑丹 有一個人把你咬出來 有一個人說你下的指示 這就完蛋了 老闆哥絕對會有這個人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柯文哲還不激進了 在都市巨號委員會 以及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的時候 那時候一堆來自外部的委員 強調什麼事情 說不對啊 這個不合法 沒有這個法律啊 為什麼你一直講出來 你柯文哲就他認罪自白來囉 包括智慧建築城市 綠色綠建築城市 請問一下保德哥 這有沒有法律依據 這完全沒有法律依據啊 這就是當時 為什麼這些委員會裡面 大家反對他的原因嘛 所以我回報就要問一個問題 如果當檢調找到這些人說 柯文哲說你們都有份喔 因為你們都認同喔 他們只要咬一句 沒有 我們反對 是柯市長說 可以按照這三項通過的 請問一下柯文哲跑不跑得掉 跑不掉 馬上他就變成高文安了嘛 有這麼嚴重嗎 當然嘛 因為我們舉一個前面 曾經發生過的例子 各位曾經的大巨大案 有一個人叫做李肅德 你知道李肅德他幹的事情 一模模一樣樣 他做什麼 他做土利 因為那時候大巨大 要我們要講 松菸附近的松山菸廠的土地 來進行開發 結果沒有想到市政府 來各位一模一樣喔 沒有的法令 結果他違反法令 你知道違反法令 給他做什麼事情嗎 他讓他50年 完全零收權利金 結果他們後來試算出來說 不對啊 這樣土利的金額有30億元之多 那請問一下各位 這個案件是不是跟柯文哲 在京華城案件一模模一樣樣 為什麼 柯文哲是幹嘛 創設容積獎率條例 讓他們可以賺取容積獎率 李肅德幹嘛 明明不能夠不收權利金 結果放任他們的零元權利金 結果讓他們有辦法 土利30億元 而這兩者都不需要收費 也不需要有金流 因為你只要違背職務 就已經觸犯土利稅 最後李肅德有沒有被關 有嘛 那判刑的判非常重 你看 九年 史多公權五年 所以柯文哲看看 有可能是你的下場 而且剛才講到的 今天大巨蛋就是有一個人 你去流轉了謝席的規定 你跳躍了謝席的規定 那在大巨蛋裡面是李肅德 那現在問題是 那今天在金華城誰做了這個決定 是當時的 所謂的都委會的主委嗎 還是有誰 如果有人擔 有人願意當李肅德 你就沒事了 如果沒有人願意當李肅德 那問題就大了 對 因為我們講李肅德至少 他一肩扛起 那時候是馬四斧施起 那你想想看 現在如果柯文哲四斧施起 因為他畢竟人都已經不直接上鏈了 如果陸陸續續的 包括我們講的彭震生 包括我們講的甚至都委會的委員 各位太多了 當柯文哲講說 有五十個人 跟我在同一條船上的時候 我想到一件事情不對 因為你有五十個小兔主任 這五十個人 你說 你如果只有一個人 兩個人可能太安全了 五十個人一定不安全 如果我訪問你這件事情 如果今天檢察官說 這個東西柯文哲說是你簽的 你簽的張 那你要負責任 你要不要認罪 他馬上講沒有 沒有是老大叫我這樣幹的 柯文哲自己也承認 他有接受過 甚至是我們講的正風匯報裡面 還查不到他到底跟金華城 沈青青聊了一些什麼 所以各位如果最後的導向 大家只要有一個人 兩個人 三個人 把這個鍋推向柯文哲 那我跟你講 他未來就會成為高鴻安第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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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